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的牧人青草地 来到铁萨罗尼加前书第三章 这一章的一开始 保罗就说 他们不能再忍了 不能再忍什么呢 原来保罗和提摩太希腊一行人 他们在旅行步道的路程中 他们一直好想要回去铁萨罗尼加 但是因为诸多的限制跟困难 以至于第二章要结束的时候 保罗说因着撒旦的拦阻 所以他一直没有办法 回到铁萨罗尼加教会 但是即便如此 保罗他还是派了提摩太 去到铁萨罗尼加去 想知道那边的弟兄姐妹情况如何 并且兼顾他们 兼顾什么呢 兼顾他们的信心 我们来看 为什么需要兼顾他们的信心呢 难道是因为有关逼迫吗 逼迫了铁萨罗尼加教会吗 正好相反 而是患难逼迫 临到了保罗他自己身上 在保罗他第二次旅行开始 他离开了铁萨罗尼加教会之后 他不管是去到比利亚 还是雅典 保罗传道开始 他就遇到了许多的辩论与争战 这些事情让保罗感到很挫折 很沮丧 但是这时候提摩太他却回来了 而且带着出人意外的好消息 就是铁萨罗尼加教会 他们并没有因为保罗所遭遇的患难 而失去了在基督里面的信心 这件事情让保罗心里有很大的安慰 虽然他自己知道 他前方的路程会有很多的捆锁等着他 可是另外一个好像矛盾 可是事实上并不矛盾的心情是 他心里面却充满了平安与喜乐 这是什么样的感受呢 这就好比高牧师常常所说的 喜乐的最高级 是看到自己的儿女按照真理而行 而没有比这个有更大的喜乐了 这就好比我们看到我们的儿女 对待神的态度比我们还要认真 他们忠于神的呼召 比我们更加的委身在神的教会里面 这些事情都会让我们的心而更得安慰 而且我们还会看见 看见我们的儿女不是因为看到我们被祝福 所以他们想要来跟随耶稣 而是他们看见做父母的我们 在争战上 在患难上 在困苦上面 因为坚持信仰 而神最终使我们得胜 他们要因为这样而跟随神 成为神的使用 弟兄姐妹除非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身上 有这些神的修剪跟荣耀 不然我们的儿女又怎么会羡慕这一条路呢 难怪保罗说 他因为这些属灵儿女的信心 他心里面就得了安慰 既然他自己面对诸多的困难 但是当他一听到 他自己的这些属灵儿女们靠主站立 他的心就活了起来 这一章的最后 保罗盼望铁撒罗尼加教会弟兄姐妹 有彼此相爱的心 还有爱众人的心 都能够增长 充足 如同保罗爱他们这些弟兄姐妹一样 说到爱 保罗一定比我们更加有感 因为保罗他自己在旅行步道的一路上 他遇到了很多与他反对的人 而且反对的人 大多数都还是原本在拣选行列中的犹太人 见证了有许多人 好像跟他是同路的人 可是最终却分道扬镳的弟兄姐妹 所以当保罗跟铁撒罗尼加的教会说 要彼此相爱的时候 是要如同自己爱他们的时候 想必这样的爱是带着真理 是带着因为爱同一位神 而彼此相爱的 弟兄姐妹这样的爱 和世界所提倡的爱不一样哦 保罗对教会的爱是 活出分别生命的爱 是信心建立在基督身上的爱 是只有基督而别无所求的爱 保罗过去对铁撒罗尼加教会有这样的盼望 同样也是我们对自己和对教会的祷告 让教会站在父神面前的时候 心里面是坚固的 是圣洁是无可责备的 让我们一起祷告 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 原来当我们看到我们的小祖园 我们的儿女 我们所牧养的下一代 信心坚定在你面前 那会带给我们多么大的安慰 或许他们会见证我们受苦受难 但是我们更要祈求恩主 更要让他们看见 我们在这一些患难当中得胜 因为你是得胜的主 我们就要将我们脚步跟前面的道路 继续的仰望在你的手中 不只是我们教会这一代 而是下一代下下代 每一个人都要在你面前无可责备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